哈囉大家好我是Coco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聖誕禮物開箱 如果我今天要講什麼主題呢 通常我都會把它放在片頭那個地方 可是今天我要開箱這個東西實在太大了 所以 這就是我今年的聖誕禮物 然後呢 我是在聖誕節前一天收到的 但是我到今天都還沒有開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一起開箱 看我今年收到了什麼聖誕禮物 那它的袋子呢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以往呢它好像是生咖啡色的紙袋 但是今年我去買的時候呢 然後就換成這個袋子了 然後從紙袋裡面拿出來呢 它的盒子就是長這個樣子 呃上面也是配合了藍色的緞帶 然後是橘色的盒子 呃其實它那個 我買的這個東西本體其實並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的盒子會這麼大 我們就 啾啾 來開箱吧 然後它的 欸 好重 它盒子本身的 quality是還蠻好的 是蠻厚的盒子 然後呢它這裡 唉唷敲到頭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吸鐵 是這樣子打開的 然後包包就在裡面 那包包拿出來以後呢 就是這個樣子 裝在防塵袋裡面 那 呃 好像他們如果是不同款式的包包得到的防塵袋 會不太一樣的樣子 因為我以前的防塵袋都是這 就是薄的這一種 可是 我有在網路上看到有人開箱的防塵袋呢 是 兩層的 就是比較厚的 然後我要開囉 我要開囉 那拿出來呢 這個包包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就是我今年的聖誕禮物 那這一款包包呢 是叫做Montane 這個皮革呢 是一個 就是有 有它的LV Logo壓紋的一個皮革 那這個顏色呢 是叫做Marine Rouge 就是外面是一個深藍色 然後裡面是 呃 玫瑰紅色 跟它的邊也是玫瑰紅色 那這個包包呢 應該是已經 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就是它不是一個非常新的款 可是這個顏色呢 算是一個季節性的限量色 因為 呃 我聽那個Sals說呢 通常 像黑色 紅色 或者是米色 這個就是它的常態的顏色 那通常如果有這些特殊配色的話呢 這個顏色就是 只能在 就在專櫃上 它可能只會賣 差不多六個月左右的時間 所以呢 它說這個顏色的包包 就是這一款的這個顏色呢 可能是到明年的二月就會沒有了 那這個包包特別的地方呢 是在於它的把手是在裡面的 就是這樣子 它是像縫在裡面的 所以從外面呢 是沒有把手的 它只有四個這樣子的小釘子 然後它的釘子上面呢 也都有 Louis Vuitton的那個logo 就是它的名字在上面 然後它的裡面呢 是有三個夾層 然後這個夾層呢 是可以拉鍊拉開的 然後這個拉鍊的設計很特殊 是一直拉到邊邊這邊 然後它這個包包的外面呢 有一個這樣子的小小的鑰匙扣 那這個鑰匙扣呢 它的鎖頭就是 中間這一層 看得到 中間這一層拉鍊上面有一個鎖頭 那是開這個鎖頭的 不過一般人基本上是不太會去鎖這個 只是安全性的話 它有一個鑰匙跟一個鎖頭 這一款包包呢 是沒有辦法完全合起來的 它唯一的一個合起來的方式呢 就是 這邊有一個扣 跟這邊有一個扣 所以它是以這樣子對扣的方式 然後讓它這樣子收起來 它裡面有附一條背帶 可是我覺得這一條背帶呢 是比較短的 就是 你可以肩背 但是你沒有辦法斜背 如果是斜背的話就會非常短 然後我已經是蠻矮的了 所以斜背還很短 我相信 比我就是更高個兒的人的話呢 應該是完全沒有辦法斜背的 然後它的背帶呢 也是從裡面這邊 這邊 這邊有一個扣 跟對面有一個扣 所以它是這樣斜的 扣起來 出來以後呢 就會像這個樣子 那我看網上的review呢 有些人說 它背起來的時候 它的把手 會像剛剛那樣子 就是往外開 那它這裡呢 有設計一個 小小的一個小皮環 就是如果你想要你的包包更安全的話 或是不想讓它打開的話呢 其實可以用這個小皮環 把這兩個手提的地方 都把它綁起來 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不會有外開的問題 然後LV的包包呢 就是它的所有五金的地方呢 都會有它的LOGO 就是做得非常的精緻 然後它的鎖頭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鎖頭跟拉鍊呢 也都有很可愛的LOGO在上面 然後這款包包的拉鍊的設計 就是中間這一格的拉鍊的設計呢 是可以一直這樣子拉開 拉到邊邊 那我覺得 其實拉開的時候呢 也蠻好看的 它側面是蠻有設計感的 然後我最喜歡的地方呢 是它的下面 它的底部這個地方呢 它有做這個縫線的設計 然後它有四個角 所以如果它有做這個縫線的設計的話呢 如果你裡面裝太重的東西 它底下就不容易有變形的問題 其實這兩年來呢 我覺得 LV的包包好像比較 已經沒有那麼潮的那個感覺 那今天我會買這個包包呢 其實我本來去是想要看另外一款 結果我沒想到那一款我背起來呢 有點太正式了 然後我不喜歡 背起來太正式的包包 所以後來呢 我就選了這一款 那我很喜歡它 藍色跟紅色交接的這種配色 我覺得這一款包包呢 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是平常背也可以 然後如果你要正式一點背的話 其實它也可以 那這個配色呢 是 就算是背到夏天 就是因為現在是冬天嘛 冬天背 當然它是深色 所以很適合冬天背 那因為它是藍色跟紅色的配色 所以就算是背到夏天 我覺得也很OK的 就是如果你配白色 或是米色比較清爽的顏色呢 它也是可以配 那這個包包的容量呢 其實還蠻大的 像我中間這一格 放了我的巨無霸錢包呢 都還有蠻多的空間 然後呢 這裡放了一隻 非常大隻的護手霜 還有非常古的小鉛筆盒 跟我的小手帳粉呢 其實都還有蠻多的空間 可以再放其他的東西 然後像這邊呢 是放我的相機 然後這裡放電話 是剛剛好的 所以這個包包的容量 是非常非常的大 不過它在裝了這麼多東西之後呢 其實是有一點重量的 就是它平常這個包包是 沒有很重 可是裝了一些東西以後 其實還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 蠻重的 那以上呢就是我這一次非常簡短的聖誕禮物開箱 因為呢 其實講真的我也沒有開箱過包包類的東西 所以我不知道還有什麼需要補充在這支影片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你喜歡這次新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在下面訂閱囉 掰掰